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猴哥和熊弟的比赛 双方也是在11月22号打了两场比赛 这是第二场 第一场比赛猴哥输了 第二场比赛的话 对面开场就点猴哥 猴哥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大同家族式的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鸟阵 那对面上的还是双血神秘石头化身家地府的组合 开场第一回合直接点女儿 怪狼王虽然开鸟阵又摘鸟头位 但是他并没有变速度卡片 哪怕你变个猫灵呢 他还是选择变了一个血卡片 血卡片再帮忙卡个大金旗旨 好像这回合对面他们一点死呀 两环境跟美根 对面有一把大克在 放下屠刀 破血狂攻没有给连环 那这样对面开场的这波点杀就彻底失败了 猴哥开场防得不错 因为猴哥现在也在打国标 再加上猴哥他放弃不了宙师 但是又想打国标 那这就来了 大堂加宙师 这么个国标 这宙师也有 国标也是 两头都要 小孩子才做选择 猴哥是全都要 那这一波对面 佐刀之伤 补了一下 观点方大堂的伤害 女儿村人卡大金 好像对面还是点不死 花生死 再帮忙舍一口就行 碎甲数一人 给大堂也卡了一个药 毒一毒 再回口血 一舍 观点方全员满血 最起码前两回合 对面是没有任何的剑术的 手势不多 这边把连环也开了 对面还真是想双杀 真的是想双杀 这波又给了一个连环 观点方给大堂把血补满了 所以对面其实也是一样 也想两头都要拿 最后两头都没拿到 亏了 亏大 金刚步伐拉上 小嫂再来点大堂 女儿村一把三飘 飘中一个雪神木 对面雪神木一扔 观点方大堂倒地 在第三回合的时候 对面终于完成了 本场比赛 第一次点杀 花生死了叠叠人心 不过倒了一个大堂的话 暂时胡哥这边没法点 因为周神木的他缺爆发 他作为一个故事 他没有神木灵 或者是大堂那种爆发 所以说一旦剩下一个 单咒识的时候 你是完成不了点杀的 这可能如果剩下一个 单神木或者剩下一个 单大堂 都还可以尝试的去点杀 但是剩下单咒识 你尝试都不用尝试 你根本点不死个人 速度圈拉起来 兄弟那边直接开无间地狱 先清一清胡哥的宝宝 再来一把三飘 飘中两个 凝植树 有青蛇 把宝宝再清掉 你看这雪神木点青蛇 清宝宝还是可以的 因为对面带的是地心套 也是有那么点把伤的 再加上无间地狱 也会对伤害方面 有一些加成 先吧 解开地狱 诅咒之声 再杀观察皇女儿村 射魂给上 这是个老小死亡了 剩下最后一回合的小死亡 点死了 不过这边倒是也麻烦呢 也麻烦 因为拉起来还有一个恢复的过程 最主要的是 现在女儿村被扔了一把 凝植以后 观察皇 这鸟头为女儿 现在是武术呀 武术女儿村 你说你这鸟阵 开的价值在哪里 你既然不打算抢速度 那你开个别的阵吧 开个什么地阵呀 开个什么云阵都行 对吧 开个那种高防守的阵法吧 可能更好点 你这女儿 你 你不变大花卡 你怎么着也得变个猫领吧 不然这鸟阵的意义也没有了 再换 熏迷 有一段时间猴哥打兄弟还是十拉九稳的 就今年反正是前一段时间吧 五六月份 大概 反正前半年的时候 就猴哥打兄弟也算是十拉九稳的 但是最近几个月发现 怎么又打不过了 这打着打着 猴哥现在是硬点实力啊 越来越强 但是就 完了又打不过了 麻烦 再换 瞬机一个 再来一个瞬机 熊里的瞬机 他都是杀人力批 还有杀人壁垒呢 反正都是那些超高功的宝宝 还带技能了 去看一些硬骨头啥的 还是比较舒服的 163 再来 华晨司没了 比赛结束了呀 看一下华晨司身上 三回合的小爽够了 够用 再换 群迷 靠着杀人一批 再把关掉方什么宙师啥的 给他劈一劈啊 摇个铃铛 怪那方收起了宝宝 真是忘记了 忘记了 打不过 根本打不过 你好好地抢抢速度嘛 你说他不想抢速度吧 他开个鸟阵 你说他想抢速度吧 他变个这么个卡片 他变得这个是雪卡 变得是一个雪卡 变得是一个雪卡 对面这一 哎呀 哎呀 这个就过分了啊 过分了过分了 拜拜